今年大陆个地火灾不断 在南方山火蔓延的同时 元宵节至少有多个城市传出建筑起火的消息 其中加木斯一处高层住宅 从下道上烧成一条巨大的火龙 2月24日是中国传统的元宵节 当天晚间传出视频显示 黑龙将加木斯市一高层住宅楼起火 火势迅速从一楼蔓延到同一单元的17层顶楼 火光熊熊 浓烟滚滚 火苗不断地从各层楼的窗户窜出 形成一条巨大的火龙 据附近居民介绍 起火小区为三江商贸城一区 建筑周围为商户 据居民介绍 起火位置靠近街边 火势看着很大 整栋单元过火 窗洞像往外喷火一样 一段视频的画外音称 从一楼到十七楼全都烧透了 陆媒报道 起火点是三江商贸城的高层住宅的其中一个单元 附近有商户表示 火灾发生时间在十九时左右 另有商户称 火灾疑似从外墙燃起 之后向上蔓延 当晚地方当局宣布 大火已经扑灭 无人员伤亡 不过 该说法受到网民质疑 网友说 今年怎么了 咋各种事故不断 难道今年又是火龙年 同一天晚上网上还传出视频指 广东深圳龙华市场玩具店发生大火 十几辆消防车到场 显示火事不小 公开资料显示 龙华市场是一个文具玩具批发商城 目前未见中共官方通报 人员伤亡和财务损失情况不明 当天早上 网上还传出 据称是浅江宁波海蜀区 薛家新家园居民楼着火的视频 视频中显示 一栋居民楼的六层顶楼窗户 喷出火舌和浓烟 后来消防车到场灭火 其中一段视频显示 消防车的水压疑似不足 喷出的水柱无法抵达六楼 但另一段视频中 水柱已触及一个冒火的窗口 但是似乎作用不大 楼房另一侧的窗口也冒出火苗 却没有水柱涉入 此时同样未见官方通报 正月十五十八时时三分 安徽合肥突发近十五年最大地震 多地网友有震感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 2024年2月24日 十八点十三分零六秒 在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 发生三点五级地震 震源深度十五千米 多地震感明显 大量民众仓皇逃到街上 空地上避震 包括合肥 南京在内 安徽中部 江苏西南部等地 都有一定震感 根据上海铁路局 合肥火车站刚刚发布的信息 合航高铁 滬戎高铁沿线部分车站 均有不同程度震感 震前一小时内 震中出现群鸟乱飞现象 视频者说 你看那个天上黑压压的 元宵节合肥 肥东县3.5级地震预警 家里监控录像 显示有震撼 南京也有震撼 有网友说 天垂向 地界行 正月十五晨 南方的天空白云 东西方向齐平 应该是地震前兆 傍晚安徽合肥 附近地震 网友 肥东六楼床摇晃了好几秒 第一感觉就是地震了 网友 安徽省肥东县发生地震 监控下合肥肥东地震的感受 坐椅子上明显感觉在晃 房子一直在晃 监控视频显示震感强烈 能感觉到当时真的晃动的挺厉害 网友说 今年元宵很冷 连续的阴雨 新年以来 大事也是一桩接一桩 湖北冻雨 苏州连环撞 南京火灾 安徽地震 贵州山火蔓延半个省 消息被当局压制多日后 终于在2月21日引起公众注意 当局次日就宣布已全部扑灭 网民一语双关的嘲讽灭火 全靠嘴吹 与此同时 广西 云南 四川等省也爆发山火 重演贵州的悲剧 中共应急管理部官网发文称 贵州省森林草原 防灭火灾 应急指挥部 2月22日通报 10日至21日 全省共发生森林火情 221起 已经全部扑灭 伤亡两人 但该说法备受质疑 网上传出 该省贵安新区 马场派出所 一名女辅警 威胁村民的通知 被指泄露了贵州山火 一夜全息的真相 截图显示 贵州贵安新区 马场派出所 一名女警察发信息说 我再重申一遍 是让你们如果看见 起火的地方不要慌 也不要发视频 在朋友圈和抖音 如果发在网上 造成不好的舆论的话 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不要引起别人的恐慌 如果没有看见的就算了 不要问 不要说 随着中共官方宣示胜利 大陆社交媒体上 一度铺天盖地的 山火现场视频 突然间全部消失 满屏都是庆祝胜利 和歌颂消防员的影像 和往年一样 这些视频漏洞百出 摆拍痕迹明显 有的镜头中 消防员累的吃饭 吃到一半就睡着 但消防员身上一尘不染 有的视频中 消防员拉着长长的水管 爬上山坡 对着已经熄灭的灰烬 一顿乱喷 许多中国网民 对中共宣称的全省山火 全部扑灭不以为然 一些外地网民 在相关视频下留言称 不相信 贵州当地网民 则回复外地网民询问 直言没有 火还没有灭 23日晚间 还有贵州网民留言 我们这里刚胜利 扑灭山火 许多网民质疑 贵州境内山连着山 大火蔓延半个省 直到22日 网上还到处是 漫天山火的视频 当局是如何做到 在一夜之间全部扑灭的 难道都是用嘴吹灭的 根据大量网络视频 贵州境内天气干燥 再加上风筑火势 救援人员 面对漫山的大火 根本无能为力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大火吞噬山林 甚至烧毁居民的房屋 很多时候 只能在大火味道之前 制造隔离带 阻止大火蔓延 除了贵州之外 目前广西 云南和四川部分地区 也山火连绵 贵州的宣传手法 也同样被用在其他地区 据此前网络爆料 2月20日左右 广西百色市 河池市多地爆发山火 火势迅速蔓延 当地官媒也承认 火点多达22个 和报道贵州山火一样 官媒对广西的报道 也秉持报喜不报忧的原则 只报道已灭火的地区 对火灾蔓延的范围 特别是火势不受控的地区 几乎只字不提 当地官方22日宣称 当天下午已扑灭河池市 天鹅县向阳镇 那只乡 泼节乡等地的起火点 摆设是乐业县又平乡 火势受购 次日 当局又宣称乐业县又平乡的火灾 已全部扑灭 24日早 又宣称摆设是龙林县阁部乡 山火被扑灭 网络舆论配合官方宣传 到处都是庆祝广西灭火的视频 不过对于那些火势仍在蔓延的地区 几乎已看不到任何消息 请不吝点赞订阅